HELLO 大家好 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问 Young Living的精油是否一定要稀释才可以用 其实我知道坊间很多外面大部分的精油 都一定要稀释才可以用 那为什么Young Living的可以不需要呢? 因为其实外面坊间很多教用精油 都用英式的方疗法 英式的去蒸馏精油的过程的时候 其实那个要求不是很讲究 甚至它们就算是自然的 它耕种的过程都不是很讲究 因为在Young Living里面 除了seed to seal之外 它还有很多的测试 我们公司是由种子、泥土 那里已经开始研制 如何令到精油是最好、最顺的品质的时候 在那个过程里面 令到出来的产品 是跟平时外面街坊间的牌子很不同的 那坊间英式的就是怎样呢? 很多时候它们最主要 都会蒸馏了精油出来 就放入瓶里面 那它们会测试 就会用GCMS 测试完之后觉得 都是它们想需要有的成份 它们就会将它进瓶 然后就拿去买 甚至有机的也是这样做的 它们不会对泥土的要求 或者它们总不知 就不用任何化学的肥料 或者任何化学的除虫剂 就会变成OK的了 因为其实有机认证 只是需要95% 只是需要95%是有机的 其实如果5%不是有机的 它已经可以拿到有机认证的 所以就算它外面品牌 是要有机的 都未必一定是很纯正 那你怎样才知道它究竟有多纯呢? 它的精油 其实如果精油是可以吃到肚子 就是纯正了 很多人会说 哇,精油怎样可以吃到肚子 精油有毒的 当然啦 如果你蒸馏和耕种的过程 那个要求 没有要求过它要吃的话 其实它就当然不能吃 在美国药品食物管理局 有一个网站 大家都可以很容易去看到 叫accessdata.fda.gov 在这一页里面 它写到明 其实有多过超过100种不同的精油 是under section 182.20 写到明 Essential oils, Oleoresin, solvent-free 和natural extractives generally regarded as safe for the intended use for consumption 那意思呢? 这句说话 即是精油 Oleoresin 即是用 不是植物来蒸馏出来的 用resin 即是薯胶来蒸馏出来 什么是薯胶 比如乳香 抹药 等等 Cobaiaba 都是用薯胶来蒸馏 不是用植物本身 如果它solven-free 即是没有溶剂的话 其实是generally regarded as safe 是可以食用的 它这个list里面 是有超过100种不同的精油的名称 所以精油如果它是没有溶剂的话 其实是可以食用的 其实在很多我们的食品里面 精油有90%的精油 其实是食品的调味剂 例如我们吃糖 香口胶 例如柠檬味的糖 橙味的糖 或者薄荷味的香口胶 都是靠天然的精油 摄取出来 来调香味 另外 除了在young living之外 在法国精油用来食用是很普遍的 我这里就有一些精油的capsule 就是用来食用的 只不过 很有兴趣的就是 法国的这些资料全部都是法文的 因为其实法式的荒疗是可以食用精油的 英式的最主要是按摩和美容 法式的就是药用的可以食用 我这些精油在哪里买的呢 就是随便去法国的时候的药房就买得到 除了在法国的精油可以食用之外 其实young living的精油 在美国甚至登记为supplement 即营养补充剂 在美国NFR我们也会买到 这些vegetable capsule 即是用菜做的胶囊 好了 我给大家看看这些菜做的胶囊是怎样的 也是这样透明的 在法国其实也都在药房 也都很容易买到这些菜做的胶囊 我话说上一次 为什么会买到这个这样的精油的胶囊 就是去到法国不舒服 然后我就打算去药房买胶囊 因为我会说法文 那我就买到药房那里 药西斯就问他 我想买一些胶囊 他就问我 他说你想要有精油的 还是没有精油的 你是不是用来吃精油的 我说是 那他就给了这些 empty的胶囊 吉的胶囊给我 另外呢 就给了一盒这样的精油给我看 另外呢 还有这些一瓶的 是这样的 好像我们的sleep essence 和inner defense那些 那样的 那我就当然很excited 很开心 立刻看到 立刻留起它 其实这个呢 2017年已经到了期 那在法国呢 它就有写到期日的 那所以这些是 很普遍你可以在药房买到的东西 那另外呢 在法国的精油呢 你都会看到呢 有这些这样的品牌呢 有整个季的 全个季都是 全部都可以食用的精油 那如果你懂得看法文的话呢 你就会看到呢 它叫你吃一两滴啊 就放入一些糖 那它甚至有一些糖粉 粒是给你放进去 或者放在面包里吃啊 都可以 或者有这些这样的胶囊 那我说回 另外呢 它们也会拿精油来煮食的 那我记得呢 那我记得呢 当时呢 我在预换网上面呢 就用法文 来找一些调味精油的资料 那就立刻找到好几个网站的 那也都有一些video啊 有些视频啊 这样去教一些煮食啊 如何加精油 加多少滴啊 那我说 那很有趣的呢 就是那个网站呢 有英文的 一按去英文那里呢 那些煮食的那些精油 那些资料都没有了的 全部变成是用来查啦 用来不舒服的时候 用来用啦 还有用来按摩啦 那所以呢 可能法国人呢 其实觉得 嗯 讲英文的人可能不太接受到 那所以呢 他们是没有张扬出去 告诉其他 其他国家的人 是可以使用精油 甚至呢 其实有一本 中文的精油的荒尿书呢 翻译至法文版 它翻译到中文呢 我等会给大家看一下 那本书 也都有讲 口服精油 是怎样口服法 那所以口服精油其实是很普及的 只不过呢 在写英文的人 那个世界里面 就不太了解 因为英式荒尿呢 是不会吃精油 因为他们的精油呢 那个品质呢 是未对到可以食用 那个级素 那所以呢 他们就会多数都会说 要稀息啦 如果不是呢 就对肝脏会有影响啦 用来按摩啦 用来护肤啦 他们都是比较专注在 按摩和护肤那方面的 那如果你用法国的方法 去用精油的话 就会有得食用啊 调味啊 那这样 那所以在这些 我们的 Young Living 里面 香港呢 都有入口这些白色的 Fatality 的 label 香港呢 就登记为调味品 那甚至不只是香港的 在欧美啦 在欧洲啦 在澳洲啦 和加拿大呢 都是登记为食品调味剂 那在美国 就是登记为营养补充品 那甚至在加拿大呢 我们有一个 另外一个 line呢 是叫做NHP NATURAL HEALTH PRODUCT 那在加拿大的朋友的话呢 你开我们的 product guide 会见到呢 讲讲RC啊 如果你双方咳 怎样用RC啊 如果你是怎样整双手呢 怎样用Francincense 去帮助你的身体修复的 那在加拿大呢 讲清楚点 在加拿大呢 就是登记为NATURAL HEALTH PRODUCT NHP 那在其他国家 每个国家的标签法例呢 都有不同的要求 所以在香港呢 因为没有营养补充品的登记的 其实呢 所以呢 我们是不可以说我们的精油 是营养补充品 但是我们可以说它用来调味咯 好了 很多人都会问 其实啊 我们的白色津的调味精油 和黄色津的普通 label 有没有分别呢 这两个标签 里面的精油 其实里面的精油是一模一样的 那为什么要分开两种不同的标签呢 就是因为呢 每个国家都有它们自己的要求 标签的要求 香港呢 如果黄色的标签呢 入口的时候呢 就是登记为化妆品护肤品 所以呢 我们就说在皮肤那里塗 可以按摩啦 那样 白色的标签呢 就是标签入口的时候呢 就是调味品 用来食用的 那因为呢 原来呢 同一个标签上面呢 你不可以写它 又是化妆品 又是食品的 那所以呢 就是为了有见及此呢 因为希望可以跟着每个国家 不同的标签的标准呢 而做了两种不同的标签 是因为要合挥合挂的 所以当我们如果说到 食用精油的时候 就会说白色的标签 的标签 当说说 茶精油啊 按摩在皮肤上的时候呢 就会用颜色的标签 但其实 那瓶里面的东西呢 是一模一样的 那所以呢 我们自己当然在家 我当然是拌乱用啦 我当然看到黄色的 的标签 都会用来当普通的柠檬精油 那样用啦 那一样的 我自己就会 那其实柠檬精油 如果是好似Yunglevin那样 纯正的话呢 是在柠檬皮里写出来的 那当然可以食用啦 是不是 那好了 我们上一次呢 有讲到呢 这个FDA 这个这样的列表呢 如果有溶剂的话呢 就不可以食用 如果没有溶剂的话 就可以食用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 其实市面上 告诉你听 不食用得的精油 有没有溶剂呢 12月3日 昨天才发生了 你真的不知道 他谈过话 这些ged证明的